音乐 反而我会用这个角度是从心理的层面来看 是否他跟家人缺乏沟通 同才是不是有跟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他的人际 或是他当时候的心情跟状况压力太大 他需要有一个出口 变成我觉得很多东西他成瘾是有原因的 而是我觉得家人在这个时候是多一点的关心 know why 去知道为什么 然后去解决这个习惯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重要 我会从这个观点来看证实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家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幸福之约 来邀请现场的三位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本尊 陈庆坡师兄 师兄好 好 大家好 欢迎在戏中饰演子凡师姐的 我们欢迎曾安琪 主持人 师兄 蜘蛛人 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制作 李鹏黎制作 主持人 各位信徒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是 师兄曾经因为工作上面 要跟朋友交际的一个活动 叫做打麻将 也许你们都会知道说 对于很多老人家的社交活动 其实打麻将是一个娱乐性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强调 不可以沉迷 也不可以拿来当作赌博的工具 它是我们必须要去呼吁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到师兄曾经 一段时间没办法嘛 对不对 朋友交际应酬总是会这样子 诚实地告诉我们 有没有沉迷 你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想 想要这样很刺激 跟人家就走着 人家就走着玩一玩 玩到最后的话 也很好玩吧 很好玩吧 你就忘记时间 对不对 对 就会这个样子 但是有一段时间以后就 回归正常了 回归正常了 了解 不去想要 没意义 有时候很难拒绝 真的 大家朋友嘛 你以前做可以 现在就不可以 所以说你看 真正在这上面 在牌桌上的先生 她的立场当时候符合那时候的心境 跟那时候的环境 她必须这么做 身为太太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 在剧中安琪饰演当然就是子凡事件 女性的声音是什么 从你诠释的角色也跟大家说说 我应该讲说 每一件事情做或不做 都没有所谓的好跟坏 就刚才取决说 我们玩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我反而会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讲成瘾好了 好的成瘾跟不好的成瘾 其实都是有时候是已经过了 反而我会用这个角度是从心理的层面来看 是否她跟家人缺乏沟通 同才是不是有跟她 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她的人际 或是她当时候的心情跟状况压力太大 她需要有一个出口 变成我觉得很多东西 她成瘾是有原因的 但我觉得家人在这个时候 并不是说喜欢或不喜欢 当然会难过 因为你看到家人有一些人的变化 你其实会担心 一定有 而是我觉得家人在这个时候 是多一点的关心 know why 去知道为什么 然后去解决这个习惯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重要 我会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 理解 所以有一场戏是师姐去现场看她玩 对不对 叻包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 那每一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好 来看看安琪所说的叻包 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是要拍雨昕 然后就是今天好像是比较冷的 对 刚才又碰到寒流 对 脂肪的命真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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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拍到雨昕都是寒流 想要帮她做一些什么预寒的一些 有啊 用那个保鲜膜 今天最辛苦的就是那个 曾安琪啊 因为今天 十二月十六号 是台湾今年最冷的一天 入冬以来 你可以到里面去看看 她包到什么程度 因为除了头、手、小腿 会露出来的地方之外 其他应该都是服装阿姨 还有化妆阿姨 帮她把这个保鲜膜 层层缠绕在身上 包得非常紧 那工作人员还有就是 大家都很帮忙 然后都已经都提早准备 还就是准备姜汤阿帽巾 像姐姐她们就提醒我 要做好什么什么 所以今天是万全的准备 还有大大的那一个风衣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再怕了 没有再怕了 你就来吧 来吧 走吧 然后夏宇就说 我是汗子一条就笑 来 大家看一下水能量 好 往库高温那边打 对对对 打高温夏宇 你看他多贴心 停了 你看你一定有淋到雨 因为我本来要让你跌倒 所以健常让你跌倒 可是那个人 我考虑到你的头 所以说我不能让你跌倒 所以说 那珍珠跳到你下一站 一山弄掉 雨再淋你 那你就跑过去 那边入地 对 出了没 出了 出来 跑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去路上 5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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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冷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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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完了 快完了 沒關係 我过来吧 我刚正常 谢谢 来吧 谢谢 你看我一下 你看我们追踪出的很贴心 对这个女性 大家其实是工作人员很幸福 但她为了欣赏的幸福 还要跑来跑去帮她回去 对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teamware 她们也是很幸福 所以江湯不能只有污河 我已经喝三碗了 好 大家辛苦了 导演你背后怎么有一根冰棒 我吗 对啊 到江湯融化中了现在 好 出点 除了幸运没有其他的形容词了 因为它不仅仅是雨了 它如果再加上大自然原本的寒 要拍摄那样子的情绪 你有没有突然觉得好像刚刚好 身体也寒 心理也觉得也寒 谢谢你心寒 我当时那时候的 真的就是感觉到担心 那一场戏其实就是担心家人嘛 然后又发现这样的事情 其实心里某个层面是一个震撼 因为跟她所说的 跟我理解的是有落差的 所以是等于是发现这事实去找她 你真的就是如此 我觉得那种心情是很无味杂陈 然后当然就像你说天气也帮助很大 所以我觉得那一场戏真的有说不出的一种真实感 所以师伯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创业年轻的时候 真的必须要去喝酒啦 应酬啦 打牌啦 才能够维持一些很好的商业关系 师姐知道之后 她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让你去理解到觉得除了自己开始不太有兴趣之外 也真正去理解到说可能要去比较符合家人的愿望 减少那个出去应酬打牌的机会 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 知道 都会说早一点回来不要怎样走 都会讲 小孩子有时候会 把死眼色给你看 小孩子 不会很明显 但是自己都会感觉 气氛会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师姐因为不在身边嘛 但是还是要 其实夫妻做这么久 一定要去磨合一些个性 也因为要了解她的脾气 要有所应对 师姐是一个有不开心的事情 会直说的人 还是一个闷呼噜 每个人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个性 有时候不是用言语讲话 他们就可以了事了 就是很那个 当然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表达出来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 那我们几十年的生活也差不多习惯了 不要当面起冲突就好了 所以在你们的生活的模式上面 各有意见的时候 你的原则就是不要起冲突就好了 不要起冲突 慢慢耍就好了 她在打麻将那个时候 那个师姐是最忙 有时候也是最伤感 为什么为了这个家 都是我在做 你还有时间去打麻将 对不对 那我这里要洗到那个时候 每天手洗米洗菜 手有时候都会烂掉 但是书兄我知道他的个性 他是同在心里 他不讲的 他什么都不讲 所以久了以后 师姐会感应得出来 他如果跟他讲 好 知道就好了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 但是他没有时候都会去关心 会去关心 他其实看过很多次 师兄不用讲了 但是他做了一些动作 他看了都很感动 所以到现在 你看有时候还是在找 好像越找越好 他们有爱的密码 对 我们有时候观众会看到戏剧的呈现 也许会有一些些争吵的画面 但是我们都很绝对相信 夫妻能够竭离57年 将近60年的时间 然后还把这样子 他们生活的故事这样呈现出来 一定有他们自己和睦相处的一个方法 所以请大家从戏剧当中慢慢的去体会 夫妻如何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家庭给经营住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三文今天的分享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明天见 有时候来探班就是即便就是像山峰这样 就是你会看师兄不知道隐藏到哪里去 可是最后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我还是会看到他可能就是 会叫他就是走路要小心或什么 我有看到两三次就是牵着他的手 或是走路小心这样 细微的这一种 举动就觉得还蛮贴心的